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范例 它说下列叙述哪些是属于不均匀的催化有关 A选项,拓异中淀粉酶来消化淀粉 我们知道说淀粉酶跟拓异 拓异淀粉酶以及淀粉都是在水溶液中进行的 好,接着在水溶液中进行 所以它是应该属于匀像的一个催化作用 好,再来B选项 汽车装设触媒转化器将废弃转化成毒性较低的气体 那我们知道触媒转化器是有可能是薄老合金 好,这个是属于固像的 好,那所有的气体进来比较不好的气体 比如说NO、NO2、或者是氨氧化碳 这种是属于气象的 好,所以它们是属于非匀像的 好,不匀像的 好,再来C选项 双氧水跟铁离子 好,铁离子的催化 那双氧水本身是水溶液状的 好,铁离子的催化 好,那产生氧气还有水 好,那铁铁离子这个是水溶液状 然后酸氧水也是水溶液 所以它是属于匀像的 好,再来终选项 我们讲,气、机、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在频流程中遭破坏 好,那氮的氧化物在频流程中遭破坏 频流程中有臭氧 好,那氧化氮进来 这个是气体 那氧化氮也是气体 然后产生呕吐 好,这也是气体 好,所以气象跟气象 这个应该是属于匀像的 好,最后一个选项 绿酸钾 水溶液 好,在二氧化氓的催化下 那我们知道二氧化氓是固体的 好,产生氯化钾水溶液 好,加上O2 这是气体 好,那这个是固像 这个是水溶液状 所以这个是属于飞云像 好,所以飞云像的话 应该答案选择应该是B和E 好,再来吧